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Centoo来跟大家分享讯息 好,欢迎今天来到Centoo为大家分享讯息 那如果大家不认识我的话 我跟上次来分享的一个叫做Felicia的人 有一个YouTube频道叫做AI News爱报导 如果大家不认识我 上次我有来过分享这个爱报导的 这是一个新闻节目 这是一个新闻节目 另外一个频道叫做Project Hip Christian 颜值攻略 另外有一个朋友就是颜值攻略 是我跟我太太 我太太在后面那个地方 是着重在如何使用圣经的价值观来看现代的社会 特别是美国目前现代国家正在经历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跟我太太 这个很鼓励是说如何使用圣经的价值 那今天我来分享的东西跟新闻比较没有关系 而是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信仰 今天我分享的信息是我们如何来通关我们的信仰 星期天大家常听到就是神如何爱我们 我们一般星期听我们都听到就是神如何来关我们 那今天我想要把重点放在Fear of the Lord 今天我分享的是我们如何向神敬畏 中文翻译是敬畏神 然后如果说有字面翻译的话 是害怕神恐惧神 然后字面翻译就是害怕恐惧神 就是实际上是敬畏神 还有什么叫敬畏神 然后敬畏神的话我们应该做什么 那我们不认为敬畏神呢 敬畏神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使命是要来改变这个时代 我们的使命是要改变这个世代 改变这个时代的要素就是要认罪悔改 改变这个世代的要素就是要凝聚悔改 改变自己最重要的要素是敬畏神 敬畏耶和华 所以今天的经节重点在 《使徒行传》第五章 改变这个世代 改变自己就是要敬畏神 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 《使徒行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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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短短的故事 是关于两个人的 《使徒行传》第五章 是有短短的故事 是关于两个人的 这两个人的名字被记录下来 表示他们很重要 这两个人的名字被记录下来 表示他们很重要 他的名字叫做 《亚拿尼亚》跟《撒菲拉》 他们的名字叫做 《亚拿尼亚》和《撒菲拉》 他们是一对夫妻 他们是一对夫妻 很火热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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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愿意服侍神 很愿意去服侍神 他们两个加入了一个建造中的教会 他们刚刚参加了一个光高建立的教会 当时耶稣才刚升上去 当时耶稣才刚刚升上去 主灵复兴到处都是 宿灵的复兴到处都是 教会一间一间的建立 教会一间一间这样兴起 你如果当时是基督徒的话 你会觉得这世代太好了 太棒了 如果你在基督徒 你会觉得这个世代真的太好了 太厉害了 就在这个完美的时刻 神减损了这两个人 在这个完美的时刻 神解除了这两个人 然后把他们公开的全部杀掉 神公开把他们两个杀了 很习惯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个 这么不方便的一段经文 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你这一个经文 那我们这段我就请 我可以请你用广东话把这段念完 这个有点惨 《史图行传》第五章1到11节 史德西皇上转第五章11节 有一个人名叫阿拉利亚 《天地还会有埋,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然埋了所得的钱,不是由你作主吗? 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 你这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 阿拉利亚一听见这话 就哭倒断了气 所有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 有几个青年人来把他包好抬出去埋了 大约三小时之后 阿拉利亚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彼得问他,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么多吗? 他说,是的,就是这么多 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寸同试探主的灵呢? 你看,卖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 他们又要把你抬出去 他根本就扣倒在彼得的脚前 断了气 那些青年人最后发现他死了 把他抬出去,卖在他丈夫旁边 全体回忠过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很害怕 此段,各位感觉看完之后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对于神的看法有点冲击? 各位看了各位怎么样 会不会是你们对神的观念有点冲击呢? 我说真的,我看完这一段感觉不是很好 我看了这一段的时候,我感觉不是那么好 神啊!耶稣啊!你怎么就这样把人杀掉了? 神啊!耶稣,为什么你们就这样把人杀掉了? 有没有小题大做啊? 你会不会小题大做一点呢? 大家在十一奉献耶! 建立一个崭新的生活模式叫做教会 全世界都在改变 大家都做十一奉献,建立一个全身的教会 来改变这个世界 然后,亚拿尼亚跟他老婆也加入了这个属灵的复兴 阿拉尼亚和有个老婆也参加了这个复兴 他卖掉他们的土地 卖掉他们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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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给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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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奉献是非常多的 他奉献了很多 他们奉献的远远超过十一奉献,不是吗? 他们的奉献是远远超过十一奉献 他们这么慷慨给教会 他们这么大方的去给教会 然后神就把他们杀了 但神将他们杀了 请他们多留一点点 虽然他留了一些 一个善意的谎言 一个善意的方言 又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他们在做的不是好事吗? 他们做的不是好事吗? 把钱给教会了 你还要怎样? 把钱给了教会 你还想怎样呢? 那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这个样子想的话 就是我们在指控神 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 就是我们在指控神 我们在说神不公义 我们好像在说神啊 你做的太过分了吧 我们在指上神不公义 我们在说神啊 你做的太过分了 你的慈爱呢? 不轻易发怒呢? 你只因为一个善意的谎言 就全家死 你的善意呢? 你的善意在哪里? 你的钱在哪里? 为了一点小事 你就杀光全家? 对 全家死还是广东话的一个 有这个脏话嘛 对不对? 对 全家死是一个粗口来的 有这个想法表示什么? 表示说 我觉得我比神还要慈爱 对 我比神还要公义 我做神的话 会做得比神做神更好 我比神更加公义 我比神更加公义 假如我做神 我是神的话 我应该做得比神更加好 大家可以看出来吗? 我们很喜欢把神拉下来 然后把我们高权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只是人性而已 我们喜欢当审判官 我们喜欢断履杀 这个是认知神性 我们常常很喜欢自己当成神 那刚刚那一段 并不是圣经里面我唯一认为不合理的 刚才那一段并不是圣经里面 我唯一认为不合理的 刚才那一段并不是 只是这一段 我觉得圣经不合理的 对 例如在摩西 他们带领的以色列人 离开奴役之家出埃节之后 我在摩西带领 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在旷野里面 他们都没有掉到渴死了 他们在旷野里面 就渴死了 然后神叫摩西 吩咐磐石出水 神叫摩西 吩咐磐石出水 水就会流出来 让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喝饱 神就会出水 用二百多万人喝饮 然后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很同情摩西 我看到这段时候 我很同情摩西 这不是很愚蠢吗 那不是很蠢吗 你要在两百万的人面前 跟石头说话 要在二百多人面前 跟石头说话 你们要说 你们快渴死了 对不对 我来跟石头说话 你们就有水喝了 那他说 你们都快渴死了 我现在跟石头说话 你们就有水喝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在石头出水 他之前就已经做过了 这个不是他第一次跳石头出水 摩西以前都做过的 他上一次用他的杖打石头 一次水就出来了 上次摩西用杖打石头一次 水就出来了 这一次他就要跟石头说话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推庭 然后呢 没有用 再一次 没有用 第二次 然后呢 水就出来了 神就出来念摩西说 摩西说 摩西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水出来 但是神就说 摩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说的去做 你跟石头讲话了 为什么要打石头 这个神水有关的 欢迎去问黄浩光牧师 那如果我们谨慎地去看圣经的话 然后 当然我有根神 那我们是听圣经的话 然后再看我们自己的人生 就会觉得说 就这样 就只打石头两下 只是没跟石头说话 你就不能见应许之地 我只是打了石头两下 没有跟石头讲 我就不可以进去应许之地 摩西是个多么敬虔的一个人 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带着你的子民出埃及 面对法老放弃了埃及王子 还不够吗 摩西是这么敬虔的人 帮你带一些以色列人出来 放弃了王子的位分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摩西 对不对 为难摩西 为什么你要为难摩西 这个想法 这样的想法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 例如现在有教会在鼓励同性恋 同性恋结婚 这个想法是哪一个世代都有 有教会在说堕胎没关系 大家都有难处生活都不容易 有些教会说堕胎没问题 大家都有难处生活不容易 有教会说吸毒没关系 来教会就好 有些人说吸毒没关系 你来教会就行了 同居没关系 婚前性情为没关系 认罪有感就好 同居没关系 婚前性行为没关系 你只要厌罪灰改就行了 在美国现在走线 当非法移民没关系 谁叫那是在上掌权者的法律 怎么会变这样子 在美国就是说 走线过来犯法没关系 鼓励人犯罪 鼓励人犯下跨过边境的罪 鼓勵人犯罪 鼓勵人非法跨國境的罪 我們加州政府就是這樣子 打砸搶沒有關係 950塊以下的東西 你就不算犯罪了 我們加州現在的法例就是這樣 你去打劫搶劫 只要是未到950塊的話是沒有罪的 然後我們教會也常常這個樣子 我們應該要多包容 多體諒 原諒就好 我們教會有時都是 我們要多包容 我們要娛樂人比 歡容 但是聖經其實不是這個樣子說的 但是聖經並不是這樣說的 哪一個都可以懂先知 其實這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常常跟自己妥協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我們常常認為這是沒關係的 神會了解聖經只是講例子而已 不是認真的 耶穌只是在暗示而已 我們通常會是這樣犯罪的時候 因為我們會對罪妥協 聖經只是講一個例子 是歷史來的 不是真的 如果不是的話 神也太計較了吧 這麼小的事 有什麼好鬧的? 現在我希望大家在腦中放一個 你覺得最噁心的罪 罪不能接受的罪 現在我希望大家 最不可以接受的罪 對我來說是Map Map Miner Attracted Person 戀童P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戀童匹 是最不可以接受的罪 就是有大人想要對小孩做什麼事情 對小孩有不應該有的想法 就是一個大人對小朋友有些不好的反省 想到這樣的人我就生氣 我就覺得噁心 找到這些人我就很生氣了 然後我身為男人的守護者的心態就會出來 那我身為男人的守護者的心態就出來了 我會覺得不管敵人是誰 如果我遇到的話 我就算犯法我也要救那些小孩 我願意犧牲我的生命來消滅這樣的邪惡 我就想像我遇到這樣的人 無論這個人是沒有 我都會犧牲我的生命去保護那些小孩 就是你要這個樣子抵抗那樣的邪惡 這樣的一個罪請你放在腦子裡 所以那個罪很生惡 那你就把你所想不可以接受的罪放在腦子上 想你們多恨這個罪 然後這個世界對你來講多恨心 多希望犯下這個罪的人消失你 多希望這個世界沒有這個罪 所以當你想到這樣 你就把它放在你的腦袋 就想到這些人 你見到這些人會怎樣 這些人會怎樣在世界上消滅它呢 然後現在我要你知道 神恨所有的罪都是這麼恨的 所以現在我給你知道 神是恨護所有罪都是這樣恨的 我們的神神圣無瑕 完美的神恨最小的罪 我們的神是三聲無憧 祂恨護所有罪 甚至是很小小小小的罪 所有偷東西、說謊、犯奸淫 都比你腦子裡那個罪更恨那個罪 偷東西、說謊 比你腦子裡面的罪更加嚴重 完美無暇的神證對像你認為無關緊要的小罪 我認為無關緊要的小罪 在神聖的無暇當中都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我認為很少的罪 但是在聖聖無暇的神的眼中都是一個大罪 對神來說沒有什麼沒差,無所謂 對神來說沒有什麼說,無所謂 神是黑白分明的,沒有灰色地帶 神是黑白分明的,沒有灰色地帶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最常不了解聖經裡面這些 我們覺得不合理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聖經不合理的事情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活在罪 我們跟我們的罪當好朋友 我們認為邪惡的東西沒有那麼邪惡 是因為我們活在罪中 我們覺得罪不是那麼緊要 因為我們活在邪惡的世代當中 這是一個基督教的作家叫做C.S. Lewis 很有名的一句話 這個是基督教的作家 一個普通的壞人其實知道自己不是很好 一個徹底的壞人覺得自己還不錯 這個其實非常容易理解 你只有在醒的時候可以理解什麼是睡覺 你在睡覺的時候不會了解什麼是睡裡面 這個是很容易了解的 因為你在醒的時候你才知道什麼叫睡覺 當你睡了覺的時候你不懂什麼叫睡覺 這句話是非常真實的 通常的人都會說我還不錯 所以這個是很真實的 通常我們一般人都覺得自己是不錯的 例如我跟你 我們沒有做什麼壞事 我們好好照顧家庭 然後壞習慣誰沒有 偶爾抽根煙 偶爾去做什麼壞事 這樣子而已 好像我和你這樣 我們很少過家人 但是我勾言去抽煙 誰不會呢 應該沒什麼事 夫妻吵架 罵得很難聽 嘴巴上說平安 其實我們心裡瞧不起其他教會的人 但是還好我們都是罪人 我們都知道對不對 我們公房吵架 口罩出言不順 但是口罩亦講平安 總之就是我們是罪人 總之我們是罪人 那比我們更壞一點的人 去外面賣毒品的 他覺得自己在幫助別人 是賣毒品的 他覺得自己在幫助別人 他覺得自己在幫助別人 這是自由市場提供服務 這個是自由市場提供服務 那現在很多年輕的女生 在網路上面拍攝情片 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女生 在網上拍攝過一些色情片 她們覺得我又不偷又不搶 還提供服務 那她覺得我又不偷不搶 還在這裡提供服務 我怎麼可能會是壞人 我怎麼會是壞人呢 那再壞一點的 那再壞一點呢 例如像說我們的政客 就好像我們的政客 在電視上面鼓勵女人墮胎 在電視上面鼓勵女人去墮胎 她們覺得太好了 墮胎不是殺人 是在讓女人擁有 控制身體的自由 她說她們覺得太好了 她說墮胎不是殺人 是讓女人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身體 她鼓勵同性戀 她說這是戀愛自由 她鼓勵同性戀 她說這是戀愛自由 鼓勵變性人 覺得說這是人選擇的自由 鼓勵變性人 認為這是給人有選擇的自由 這些人都覺得自己太棒了 覺得自己是為了人權、自由、民主的鬥士 這些人都覺得自己是很厲害、很好 因為他是為了人權、自由、民主的鬥士 我的意思就是這個 當一個人越邪惡 其實他自己就覺得自己越良善 當一個人越來越邪惡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自己是越來越良善的 我信主大概六七年 我信主到七年 沒有很久 我在這個路程當中 我越跟隨耶穌 我就越發現自己不足 我不是信了很久 但是在我跟隨神的路當中 我會越來越覺得自己是不足的 我越改變我自己 試圖讓自己越活得像耶穌 我就越發現 根本不可能像耶穌 不可能像是改變我自己 用我來越來越盡耶穌 但是越行我就覺得我越來越難盡耶穌 而且這個 感謝神這個過程是慢慢發生的 一步又一步跟剛剛歌詞一樣 感謝神這個過程是慢慢的發生 像剛才的歌詞一樣 是一步又一步 神沒有一開始就是我信主的時候 就給我看我這個人是多麼骯髒多麼難看的 當我一信主的時候 神就給我看到我自己是有多骯髒 多難看的 因為如果他一開始就給我他的完美標準的話 我早就放棄當基督徒了 假如是當我一信主的時候 就給我看到他的完美標準的時候 我就已經放棄了做基督徒了 神知道我的軟弱 他給我們這個改變人生的目標是一點一點的 神給我知道我的軟弱 還有他給我看到我的改變的標準 是一點點看到的 一開始的時候吃飯要禱告啊 每天要讀聖經啊 一開始就說我們吃飯要提讀啦 每天要讀聖經 就是然後這些改變變成了習慣了之後 我們一直不斷不斷地做 變成了我們生命的一部分 當這個改變成了一個習慣的時候 我們就會慢慢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然後當你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之後 你覺得OK我在跟隨耶穌了吧 神就會給我們更多的任務 讓我們看到更多自己的不足 讓我們看到更多自己的軟弱 當我們一步步這樣跟著神的話 神就一路路給我們 看到我們有哪裏不足 一路路地帶領我們 那過去這六七年我非常了解一件事就是 我是個偉君子 在過去這六七年的話 讓我看到一樣東西就是 我是一個偉君子 我就是聖經裡面說的假冒為善的人 我就是聖經所講過假冒為善的人 這是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師、傳道人、教師 不願意承認的 這個有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師、很多教師 是不肯承認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職責就是 教導人不要做個假冒為善的人 因為我們的職責是要教導人 不要做假冒為善的人 但是我們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假冒為善的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是假冒為善的人 所以這就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這就是今天的重點 我們對於罪產生的習慣 我們對於罪產生的習慣 而且最糟糕的地方 不是神很殘酷 一百一言不愛我們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 神不是很殘酷 不是更愛我們 而是我們很愛我們的罪 我們跟我們的罪是好朋友 罪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只不過是我們很愛我們的罪 我們同罪成為好朋友 我們放不了我們的罪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這是我們放不掉我們的罪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神是全知全能的 祂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另外一個問題是 神是全知全能的 祂想怎樣就怎樣 那約伯經裡面 有一個人叫做約伯 約伯基裡面有一個叫約伯 他比我們這邊做的 所有的人都還要搞上 他比我們坐在這裡 每個人都是良善 比我們認識的牧師 神職人員都還要好 都還要盡錢 他比我們認識牧師 神職人員 都更加良善敬虔 如果我們從他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覺得他自己很無辜的 無辜的失去一切 無辜的兒子全部死掉 然後無辜的生病 反而我們從他的角度去平 會覺得自己很無辜的 無辜這樣 子女死了 生病 生病 那在約伯經裡面 神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祂就是創造宇宙的神 神不欠我們任何東西 祂說什麼是公平 什麼東西就是公平的 我們沒有資格有什麼第二次機會 我們沒有第二次機會 神不欠我們什麼東西 神不需要給我們任何東西 包括救贖 神不欠我們什麼 所以包括這個救贖 神如果現在想要殺死我們的話 我們現在就全死了 如果神想殺死我們 我們現在就馬上死了 我們沒有任何的機會 反駁的機會 沒有什麼公平的神派 我們沒有反駁的機會 沒有什麼叫公平的神派 神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神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想什麼時候做就什麼做 你想什麼時候做就什麼時候做 我講這一關約伯記的狀況是 我們常常跟約伯一樣 我講約伯記的話 就是我們常常好像約伯一樣 我們認為是不公平的 整個約伯記 約伯只想做一件事情 我們是認為神是不公平的 整個約伯記 約伯只是想做一樣的 就是跟神上法庭 就是同神去上法庭 祂想跟神說 這樣公平嗎 我的財產不見了 我的土地不見了 我的仆人不見了 我的兒子都死了 我老婆生病了 我還生病了 請問我做錯了什麼事 你幹嘛要這樣對付 他只是想跟神說 我的財產不見了 我的兒子都不見了 我的老婆又病 我有病 這樣公平嗎 最後他真的跟神談判 真的跟神面對面 最後他真的跟神面對面 這樣在那裡談判 結果發現就是 他的感覺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麼他發覺 他自己的感覺是沒有什麼意義 他不知道這個世界怎麼運作的 不知道神的奧秘 他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麼運作的 他不知道神的墓碑 他的正義在無限崇高的神聖的尊榮的神面前 他嗚住了自己的嘴巴 他沒有資格指控神任何事情 他沒有辦法在神聖至高裡 他沒有辦法指控神 因為他發現一件事就是 我有罪 我是肉身 我是被造物 因為他發現 我是有罪 我是肉身 我是被創造的 神是全知全的造物主 祂跟我不一樣 神是全知全能創造者 神和我是不一樣的 對,我會把約伯這個故事拿出來講 因為約伯的反應是正確的 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的反應 我將約伯基這個故事 拿出來講 是因為約伯基是不對的 因為人都是好像我們這樣的反應 我們遇到神的時候 我們遇到耶穌的時候 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跟彼得當時看到耶穌 發現耶穌是誰一樣 跪在地上說 主啊,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就跪在地上說 主啊,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這個是我們對神應該要有的敬畏 這個是我們要對神要有的敬畏 神是高舉的 神是神聖的 神是無想的 我們什麼都不是 我們是有罪的 神是高舉的 神是聖聖的 神是無瑕的 而我們是什麼都不是 剛剛那一段全部都是膚塵 剛剛那一段全部都是膚塵 對 我們要如何看待我們跟神的關係之後 我們就來回到這段很不方便的經文 亞拿尼亞跟薩拉菲 當我們看到我們與神的關係之後 我們現在回來看這一段經文 首先 他們做錯了什麼 首先他們做錯了什麼 是他們給的錢不夠嗎 是他們給的錢不夠嗎 很明顯不是 是賣的 那個彼得說得很清楚 彼得說得很清楚 彼得說得很清楚 田地還沒賣 不是你自己的嗎 田地還沒賣 不是你自己的嗎 賣了 錢不也是由你做主嗎 彼得賣了 這價錢不是你自己做主嗎 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想要給教會的話 你一分都不用給 你一元都可以不用給 沒有人會指控你 沒有人會指控你 沒有人會覺得你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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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地這些錢本來就是你的 這些錢本來都是你的 所以彼得在這邊說得非常非常清楚 錢不是問題 所以彼得在這裏說得很清楚 錢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有牧師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十一奉獻喔 你要把錢給神喔 如果你不給神的話 就在偷神的錢喔 如果有牧師這樣跟你講 你一定要做十一奉獻啦 你錢一定要給神啦 假如你不做的話 就是你偷神的錢 神會殺你 跟殺亞拿尼亞 還有薩菲拉一樣喔 神會殺你好像薩亞尼亞 和她的老婆一樣 你就可以知道這些都是錯誤的訊息 你知道這些都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他們兩個會被擊殺 跟錢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兩個被擊殺 跟錢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的神很富有 我們的神徒的錢 祂創造忘物 祂不需要我們的錢 祂不需要我們的錢 會被擊殺 是因為這對夫妻等試圖欺騙神 在人的面前 看起來很慷慨 在人的面前 看出來很闊老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當初是什麼情況 彼得跟神 看著這對夫妻欺騙聖靈 神跟彼得看到整個世界正在改變 神跟彼得看到整個世界正在改變 教會正在被興起 一間一間的教會 一間一間教會被興起 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神聖的 分別為聖的 沒有被玷污的教會 他們希望建立一個神聖的 無被污染的教會 神憎恨假冒為善 耶穌最常指責的就是假冒為善的人 神最幸虐假無為善 耶穌整天指殺假無為善的人 如果我們好好看這段經文的話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 如果大家好好看這個經文的話 會發現一件事 就是撒旦也藏在這些經文裡面 撒旦也有計劃 想要拉回教會 撒旦也都有計劃 要拉回教會 他想要在教會建立的時候 就把罪放在教會裡面 想要摧毀所有的教會 使用我們的肉體跟慾望 摧毀神想要建立的根基 他想在教會興起的時候 將罪放在教會當中 我們的敵人撒旦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其實沒有任何的權兵 我們的敵人撒旦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是沒有權兵的 但是他想要介入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但是他經常想加入我們的生命當中 他想要讓我們離開神 讓我們跟隨他 你想我們離開神 最好的方式就是 讓我們成為假冒為善的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 讓我們成為假冒為善的人 所以不管神在做什麼事情 他都跟在後面 試圖摧毀神的事工 所以無論神做什麼 撒旦都會跟在後面 嘗試摧毀神的事工 我們要這樣子看待我們的人生 每個禮拜 星期一到星期天 神對你有計劃 神對整個教會都有計劃 我們要這樣看事情 由星期一到星期二 神都有個計劃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但是同時撒旦也有計劃 但是同時撒旦也有計劃 所以說我們在十五星範第五章 這邊看到的就是 神在計劃建立教會 所以我們在司徒行走第五章說 神有計劃建立教會 不只是那間教會而已 而是每一間之後的教會 建立榜樣 不只是那間教會 而是將這間教會 成為以後每一間教會的榜樣 神在建立教會的基石 包括這間教會 Kentu 神建立教會 神是建立教會的基石 包括Kentu這間教會 神在跟我們講說 我親自檢選你們 你們是有福的 你們教會是未來其他教會的磐石 神跟他說 我親自檢選你們 你們是有福的 你們要成為以後教會的榜樣 我們通常看到這樣的審判的時候 都是神在建造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樣審判的時候 都是神建造教會的時候 聖經裡面不斷地出現 阿世平不斷地出現 例如出外經紀二十三章 例如出埃頭記第二十三章 摩西上西乃山 神把十戒頒布給摩西跟以色列人 摩西上西乃山 神將十戒頒給摩西 然後以色列人就在下面開派對 以色列人就在下面開派對 耶 我們自由了 我們自由了 我們開派了 我們在這裡可以 我們不用上班 蓋金字塔了 我們不用上班 不用再蓋金字塔 我們來打造一個金牛堵吧 對不對 神這麼好 宗教自由嘛 我們就打爛那個 做一個金牛堵 因為宗教自由 然後摩西就在十戒下山 看到一群人在那邊罷工 摩西帶著十戒落山 就見到一班人在這裡 就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打造一個金牛堵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打造一個金牛堵呢 然後以色列人是怎麼說的 亞倫是怎麼說的 亞倫是怎麼說的 那意識的人 亞倫怎麼怎麼說呢 他說沒有啊 我就生火 把金黃扔在火中 牛堵就出來了 他說沒有啊 我把金黃丟在火裡面 這個貿路就出來了 不是我們當的 Mansom是出來的 是自己出來的 對啊 這句話是假的 這句話是假的 誰都知道是假的 神知道 摩西知道 亞倫他自己也知道 神知道 摩西知道 亞倫自己也知道 然後神就說 你們真的沒希望 神就說 你們真的沒有希望 摩西你最乖 我幫你留下來 剩下的人全部去死吧 最後摩西你最乖 我留你了 其他人全部通通死了 然後我們就知道摩西 幫以色列人求情 然後這也是神的計劃 我們知道摩西為一些 埃及 這個以色列人求情 那邊說都是神的計劃 對 與其把以色列人全部殺光 神只是殺掉了很多以色列人而已 以其是通通殺光 神是殺了很多人 神就說把刀子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來回跑 然後死掉就去死掉 殺了三千多個人 神就將刀放在這裡 然後來回跑 然後殺了三千多人 我提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想大家注意到一點 就是我們看聖經的話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 就一直在犯罪了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 這個可以看聖經的話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 他就經常犯罪了 以色列人說謊不是第一次 雅各一開始就是說謊大事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人說謊不是第一次 雅各已經在這裡說謊 大家都知道 過去幾百年 他們拜偶像不是第一次 然後呢 騙人不是第一次 創世紀裡面就一堆 在過去幾百年 他們說謊 不是第一次 在創世紀裡說了一堆 為什麼現在突然神不能接受 那為什麼現在 白言神不能接受呢 為什麼突然在出埃及 這個地方 神突然發怒了 那為什麼在出埃及 這個神白言發怒呢 我認為是 因為當時是有事情在發生的 神在建造什麼 那我認為呢 當時一定是有些什麼發生 神要做些什麼 神在興起什麼東西 神在興起神聖的約定跟制度 神在興起什麼 神在興起這個約定的制度 就是這個時候 假冒為善就變得特別突出 特別不能被接受 所以在這段時間 但是假冒為善是特別突出 特別不可以接受 什麼意思 例如說 撒謊 什麼意思 例如說謊 如果今天你跟一個 不認識的人撒謊 我今天第一次來 大家都不認識我 你跟我撒謊 是一件壞事嗎 解決是你跟一個 蜘蛛人說謊 譬如我今天第一次來 你跟我說了 Yes 對啦 不能做假見證 說謊不好 但是也不是罪不能接受的罪 對呀 不可以說見證 說謊不好 但是也不是說 不可以兩個罪 然後現在 結婚的請出手 結婚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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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哥 OK 如果現在你跟我撒謊 他們是你老婆嗎 你跟你老婆撒謊 這兩個有沒有差別 現在你跟我 你幫我撒謊 你騙我 或者你騙你老婆 有什麼差別 沒差別呀 但處罰不一樣吧 對不對 很討厭 但是處罰不一樣 感覺也不一樣嘛 對不對 你跟我撒謊的話 沒差 跟他的話 你可能沒飯吃 你可能睡沙發 這樣比較有差 OK 你騙我就沒有什麼 但你騙你老婆 或者你就沒有飯吃 或者要睡沙發 那如果你現在殺謊的對象 是一個警察 一個answer 如果你現在騙的對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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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就變成一個 嚴肅的問題了 這個就是 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嚴肅的問題 你可能進階居 你可能被逮捕 你還有可能被打死 或者你會坐牢 你被拘捕 或者你被殺死 然後現在設想 你撒謊的對象 是一個法官 最高法院的法官 你現在在想 你現在騙的是一個最高的法官 高院法官 你在法院上做了假見證 你在法院做了解見證 這個嚴重性就更高了 這個嚴重性就更加高了 你撒謊 不只是你要進監獄 你在說謊 你不只要坐牢 你還可能害別人進監獄 你或者害別人去坐牢 好人可能無緣無故地進監獄 一個好人或者無緣無故地被冤枉人 壞人可能被無緣無故地釋放 壞人無緣無故地被釋放 然後現在你想 你跟一個完美的神 無暇的神 完全神聖的全能神 撒謊 現在你在想 現在我跟一個神聖的無暇的 會說謊 我在這邊想說就是 任何的罪 在不同的情況下 就會變得嚴重的成果不一樣 或者說任何的罪 在不同的情況下 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結果 後果 Sorry 我用姿勢太過嚴苛 Sorry 我中文不好 是嗎 好 那我用短一點 從陌生人到配偶到警察到法官還有神 從陌生人到配偶到警察到法名 對 罪的懲罰程度是分等級制度的 罪的處罰程度是不一樣的 我們犯罪的對象跟情況不同 後悔的不同 我們犯罪的對象情況不同 情況不同 情況不同的後果也都不同 以色列在埃及拜偶像 跟神把他們帶出來在曠野 頒布實踐的時候是完全一樣的 以色列人在埃及拜偶像 跟他在頒布了十戒之後 是不同的情況是不同的 對 今天這段始讀時段的經過也是一樣的 假冒為善是不能被禁許的 今天這個使徒行轉的經文也都是一樣 假冒為善是不允許的 耶穌指責的不是禁許 不是酗酒的人 甚至不是貪財的人 耶穌基督指責的不是 是地裡貪財的人 酗酒的人 酗酒 酗酒的人 耶穌指責最多的就是那些 最懂律法的法利善人 耶穌指責的就是那些 最懂律法的法利善人 他們講傲為善 他們假裝很賤錢 他們假裝很偉善 他們假裝很驚奇 但是他們卻想要掌握律法 掌握權力 試圖殘害神的子民 但是他們就利用律法 掌握權力 就像神要審判以色列的時候 都是以神的家 神的殿開始的 所以神是神的以色列人 都是從神的家 做先的 所以使徒新章第五章這個項目 神正在興起教會 正在建立基石 所以施多喊主第五章的時候 是神要興起他的家 興起教會 所以在當下的假冒為善 才會這麼嚴重 所以在當下的假冒為善才是這麼嚴重 因為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信念 是會參與到 新建教會的基石的 因為這樣的想法 會滲透多出興起的教會 我們的神看我們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神體我們也是這樣 祂希望我們也可以在基石上面 他希望我們也是在基石上面 撒旦隨時都在找機會來摧毀神的教會 撒旦隨時都等待機會來摧毀神的教會 用的就是人對於權力的渴望 還有對世界掌聲的渴望 我們想要看起來很公義很慷慨 但其實我們都是假冒為善的 但其實我們都是假冒為善的 我們想要看起來很聰明很屬靈 我們想看起來好像很聰明很屬靈 想像我們做給人看的 但這些都是我們在人前做的 我們想要得到是人的掌聲說我們好棒棒 撒旦想要我們虛假 想要我們自己假冒為善 撒旦要我們虛假 要我們假冒為善 夫妻假冒為善會離婚 夫妻假冒為善會離婚 可以破壞家庭 父母假冒為善孩子最知道 父母假冒為善 父母假冒為善 孩子最知道 父母假冒為善 他不會相信神 他會離開父母 他們不會相信神 他們會離開父母 然後我們去其他地方找家的溫緣 基督徒或假冒為善 在教會會很痛苦 基督徒如果假冒為善 在教會會很痛苦 每個禮拜裝的會很辛苦 每個禮拜假裝是很辛苦 現在有很多教會假冒為善 所以新聞上有很多從大陸走線來的人 所以現在有很多教會假冒為善 所以在新聞那裡有很多從大陸走線來的人 我們有聽說教會 有說我們復興 每個禮拜有好幾十個人受洗 然後受洗收三百塊 我們聽說 我教會復興 每個禮拜有幾十個人受洗 每受洗的人就收三百元 牧師出庭辦身份五百塊 牧師帶他出庭服辦身份 就收五百元 然後有時候有人要去外州工作 有時候有些人要去外州工作 說我們教會幫你辦身份 他說我們教會幫你辦身份 明年十一奉獻先交出來 不然我們就不幫你拜 明年的十一奉獻交出來 不是我們就不幫你做 很多教會忽略了神的律法 很多教會分析了神的律法 說耶穌已經成就律法了 以前的律法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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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愛就好 只要愛就好了 同性戀可以結婚 同性戀可以結婚 多太是自由 多太是自由的 不是把孩子寫給摩洛 把孩子寫給摩洛 把孩子寫給摩洛 摩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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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他 教會以愛的名義 按摩變性格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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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多元包容接納 代表多元包容之法 不可以 我還有聽過牧師說 讀聖經不重要 我還聽過一些牧師說 讀聖經不重要 裡面都是律法 裡面都是律法 只要聽我的 然後禱告 有聖靈就好 很多人看到這個樣子 會離開教會 很多人看到這樣 就會離開教會 因為教會變得跟世界幾乎沒有區別 因為教會跟世界是沒有分別 這樣的教會不但不健康 而且是非常取家 教會不但不健康 而且是非常虛假 全部是假冒為善 全部是假冒為善 但是各位知道嗎 但是各位知道嗎 神對我們每個人都有計劃 神對我們每個人都有計劃 神對我們每個人每一個家庭每個教會都有非常好的計劃 神對我們每一個人每個家庭每一間教會都有一個非常好的計劃 神對我們一起同工一起建造 神對我們同工和建造 神對我們成長因為我們是他的孩子 神對我們成長因為我們是他的小孩 神對我們建造家庭因為是他設立的制度 他用我們建造家庭 因為這個是他所切立的制度 最堅固的制度 一個社會的基礎 一個最堅固的制度 就是社會的基礎 我們的社會有一天會不見 我們有一天的社會是不見的 美國有一天會脫落 美國有一天會脫落 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事業有一天會不見 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事業有一天會不見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藝、我們的朋友 電視上看到那些人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朋友、電視上所見的人 有一天都會不見 根據聖經來說 根據聖經來說 我們現在所有努力的東西 有一天什麼都帶不走 我們現在所有努力的東西 有一天我們什麼都帶不走 世界剩下的唯一就是教會 世界聖系、聖客教會 耶穌的幸福 耶穌的辛苦 教會會跟耶穌一起做我們掌權 教會會跟耶穌一起做我們掌權 教會是跟世界傳福音的媒介 教會是跟世界傳福音的媒介 是讓人認識神的橋樑 是用人認識神的橋樑 更是一個建造基督精兵的練兵場 更加是一個建造基督精兵的練兵場 教會是我們彼此激勵 鐵磨鐵磨出刃來的地方 教會是我們彼此之外 鐵磨鐵磨出刃來的地方 是一個我們要穿戴全副軍裝 去抵擋敵人的一個地方 是我們跟弟兄姐妹一起準備好 列陣跟神的敵人宣戰的地方 是我們跟弟兄姐妹一起來列陣和敵人宣戰的地方 撒旦希望你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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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希望你摧毀家庭 撒旦希望你摧毀家庭 他想要你當一個偉君子 他想要你的信仰建立在謊言上 而不是神的御法上 他想要你的信仰 是建造一個謊言中 而不是在花上 因為撒旦知道 你一孤單了 你就會變得很軟弱 因為撒旦知道 當你一孤單的時候 你就會軟弱 很無助地跪在他的面前 很無助地跪在撒旦前 他知道我們不是耶穌 他知道我們不是耶穌 如果我們在曠野四十天 如果我們在曠野四十天 撒旦不用說 撒旦不用說 我們自己就會把石頭當麵包吃掉 我們不會把石頭當麵包吃掉 但是我們合一的話就不一樣 但是假如我們合一的話就不一樣 合一的話我們就是無所畏懼的力量 合一就是我們無所畏懼的力量 當我們為了神的國跟神的義活的時候 當我們為了神的國神的義活著的時候 我們就是帶著萬鈞之耶和華的名 消滅哥利亞的時候 我們就是帶著萬鈞耶和華的名 消滅哥利亞的時候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這麼受不了 我們當個假貌為善的人 這個就是為什麼耶穌這麼不喜歡我們 打無謂善呢 因為我們是屬神的 因為我們屬神的 因為我們屬神的 教會是抵抗撒旦的力量 教會是 抵抗撒旦 抵抗撒旦 那這裡有個好消息 這裡有個好消息 就是神知道我們很爛 神知道我們是很窄的 我們人很軟弱 神知道我們是人 離不開最好的朋友 因為我們那個最好的朋友 不是教會 而是罪 因為我們最好的朋友 不是教會 而是罪 神知道我們在罪中打轉 好開心 神知道我們在罪中打轉 好開心 祂知道但是祂希望 我們不要做一個假貌為善的人 自己以為是好人 祂希望我們不要做個假貌為善 或是假裝自己為是好人 或者是假裝自己是一個好人 我們弟兄姊妹要為彼此負責 我們弟兄姊妹要為彼此負責 這是我們建立強大的教會的唯一方式 這個是我們要建立一個強大的教會 唯一的方式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想告訴別人的秘密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告訴別人的秘密 很羞恥很羞辱 很羞愚 很羞愚 我們很多人戴著面具 我們很多時候戴著面具 我們面對我們的配偶 我們面對我們的同輩 我們面對我們的配偶 我們面對我們的同輩 神知道我們戴著面具 讓我們沒有辦法成就祂心中的我們 神知道當我們戴著面具 我們是不可以成就祂心中的 我們的罪 我們的假冒為善 我們的罪 是最阻擋我們活在我們的命運當中的阻礙 我們的罪 我們的假冒為聖 假冒為聖 是最阻止我們 走在我們的命運當中 所以今天真的是鼓勵大家把這個面具拿下來 所以今天我們要將我們的面具拿下來 終於拿下來捆綁你的面具 拿下來捆綁我們的面具 打破捆綁你的枷鎖 打破捆綁我們的枷鎖 當一個神眼中的藝人 當神眼中的藝人 當無可指摘的人跟隨耶穌 當一個無可指摘的人跟隨耶穌 這樣子不是很棒嗎 這樣是不是很好呢 你的生命的重擔從你的肩膀卸下來 你的生命從你的重擔射下 你的重擔從你的生命射下 然後神就會讓你不斷地成長 不斷地變好 神就讓你不斷地成長 不斷地變好 讓你活出喜樂、力向加力 讓你活出喜樂、力向加力 而且我們是需要成長的 而且我們是需要成長的 我們沒辦法遠地踏步 我們沒辦法遠地踏步 你知道時間不會讓你成長嗎 你知道時間是不讓你成長的 很多父母騙自己 很多父母在這裡自己壓自己 小孩長大就會變好了 小孩子大了就會變好了 長大就會懂事了 他大了就失去了 當過父母就知道這是騙自己 做過父母的人就知道這個玩意是自己壓自己的 你有沒有聽過 Whenever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失敗為成功之母 有沒有聽過失敗為成功之母 這個也不是真的 而是我們面對失敗的時候學到了什麼 而是我們失敗的時候我們學到什麼 常常我們失敗就只是失敗而已 常常我們失敗就失敗 同樣下次發生一樣的事情 當同樣發生一樣的事 我們還是犯同樣的錯誤 我們仍然是犯同樣的錯誤 然後我們一樣的失敗 我們仍然這樣失敗 時間如果我們沒有把握成長的話 如果我們時間沒有把握成長的話 我們就只是變老而已 我們只是變老而已 因為我們沒有把握失敗 我們失敗錯了 因為我們沒有把握的失敗 我們失敗錯了 所以導致我們沒有任何的成長 所以導致我們沒有任何的成長 今天我們要知道我們自己的軟弱 今天我們要知道我們自己的軟弱 然後透過聖經的例子 我們要起來 我們要認罪為改 變剛強 所以透過聖經的例子 我們要認罪悔改 我們要起來 要認罪悔改 所以今天在這個訊息的最後 這個是今天最後的訊息 好 我們想要表達的就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了解 我們都是假冒為善的人 我要表達就是我們要了解我們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是非常為善的人 雖然我們說我們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心中都有一個無神論的心態 在我們的心中 雖然我們說我們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心中都有一個無神論的心態 我們當中 我不知道今天的主角亞拿尼亞跟薩菲拉 是不是個真的基督徒 我不知道今天的主角 亞拉尼亞和薩菲亞 他們是否真正的基督徒 因為假裝是基督徒一起去建立教會 然後神的審判來得很及時 所以神的審婚是來得很即時的 把他們兩個都帶走了 把他們兩個都帶走了 這些我不知道 這是佳爾文主義跟亞念明主義的探討 有問題的話可以去問黃浩光護士 但是不管他們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不管他們是不是基督徒 重要的是當我們每次犯罪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假裝神好像不在身邊 重要的是當我們每次犯罪的時候 我們都假裝神在裡 假裝好像神看不見了 看得好像當神看不見我 周星馳的電影 你看不見我 你看不見我 周星馳的電影 你看不見我 你看不見我 我們帶著十字架犯罪 好像不太好 我把十字架拿下來 我帶著十字架犯罪 你好像不是很好的 就把十字架退座 客廳裡面有十字架 那我去房間裡犯罪好了 那個廳上面有十字架 我有訪犯罪 我們還會告訴自己說 這樣很好啊 這個想法騙得了誰 其實自己都騙不了 這個想法騙得了誰 其實自己都騙不了 這個想法可以騙到誰 自己都騙不到 很不爽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自己的小孩 真的看不過眼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在背後說 弟兄姊妹的壞話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在背後說 弟兄姊妹的壞話 你現在看過後 你們在吵架的時候 你想想想 如果我們在吵架的時候 然後耶穌就走進來 那耶穌走進來 你的反應會怎麼樣 你的反應會怎麼樣 耶穌有什麼東西 就站在一個地方而已 耶穌什麼都走 你怎麼這樣子啊 你結婚這麼久 你每次買都就 你結婚這麼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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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母親買的 也都 嘿耶穌你好 嘿耶穌你好 我們只是在討論 就是丈夫的職責 畢竟她是妻子的頭嘛 我也希望她變得更好啊 但是我 我也有錯啦 對不對 你也應該知道 我很了解她的個性各方面 我現在只是在貪圖 我太看過錯 你說我男人都是頭 總之就是耶穌 我們認為耶穌在我們身邊 跟我們的反應是會差非常多的 我們認為耶穌有沒有在我們身邊 跟我們的反應的差別很大 但是我們不是知道耶穌一直跟我們在一起嗎 但我們不是知道耶穌一直都跟我們在一起嗎 但是我們還是選擇犯罪 為什麼 我們仍然選擇犯罪 為什麼呢 每次我們犯罪的時候 我們心中的無神論者就會出來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我們心中的無神論就會出來 假裝神不是全知全能的 假裝神不是全知全 就在這一刻 我們變成周星子 你看不見我 你看不見我 我就變成收收星子 看我都看不懂 就在短短的那幾分鐘 我們以為我們比神還要厲害 我們比神還要大 在那短短的幾分鐘 我們覺得我們比神更加聖 我們比神更加大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樣的心態犯罪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這樣的心態上犯罪過 我有 我有 然後我好後悔 那又我很後悔 我好難過 我好氣我自己這麼懶惰 我知道自己這樣 我知道自己需要成長 而我成長的方式就是敬為神 而我成長的方式就是敬為神 有更多的 fear of the Lord 有更多的敬為神 神對我這麼好 我不該做個假冒為神 神對我這麼好 在那邊批評我 批判我的一舉一動 在批評我 批評我 批評我的一舉一動 把我人生當中的錯誤全部都記錄下來 將我人生的錯誤全部記錄下來 耶穌在旁邊不是在做這件事情 耶穌在我身邊不是做這樣的 祂反而是在旁邊幫助我 祂在我旁邊幫助我 祂愛我 祂愛我 祂希望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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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希望我生下一個每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 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祂希望我活過來 祂希望我走在道路上 祂希望我活過來 祂希望我走在道路上 活出神賜給我的生命 活出神賜給我的生命 然後認清聖經的真理 認清聖經的真理 祂希望我不要再被那些殺死我的東西捆綁 祂希望我不要被那些殺死我的東西捆綁 不要讓我失去在這個墮落的時代當中 做炎做光的機會 不要失去我在這個墮落的時代當中 作炎作光的機會 我想要成為他軍隊的一份子 我想要成為他軍隊的一份子 我想要完成他給我人生的任務 我想要祂給我的全副軍裝 跟我的主內弟兄姊妹一起做炎作光 讓耶穌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掌王全居首位 Fear of the Lord 敬畏神 敬畏神 害怕神 是一個邀請客 不是一個審判 不是說天啊 以後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死了 我以後每天都不用做 做了 做了我就會下地獄 我做了我就落地獄 耶穌不是一個希望我活著死板的神 耶穌不是一個叫我活著死板的神 祂是在告訴我們 丟去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的罪在殺死我們 讓我們無法突破我們自己 讓我們無法成長 讓我們無法突破我們自己 無法成長 想想看一個沒有修會 無可指摘 分別為聖的人生是什麼樣的人生 我們想想 假如我們是一個無可指摘 分別為聖的人生會是怎樣的人生 當我們停止假冒為聖 當我們停止犯罪 然後不斷地成長 活出生命的時候 當我們停止犯罪 停止假冒為聖 不斷成長的時候 這個就是今天 亞拿尼亞跟薩菲娜的故事告訴我們的 這個就是今天 亞拿尼亞和薩菲娜的故事告訴我們 他們跟我們一樣 都是假冒為聖的 他們欺騙的神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跟他們做的事情差不多的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事跟我們做的事 沒有不同 我知道我們在欺騙神 我知道我們在欺騙神 而且我也知道全知全的神 他沒有必要給我任何第二次的機會 你我也都知道全知全能的神 神不需要給我任何的慈愛或者怜悯 宇宙萬物是他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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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命是他給的 我的生命是他給的 我犯了罪一次又一次 我一次一次犯罪 但是他一次一次地原諒我 但是他一次一次地原諒我 射免我 射免我 他是無限的崇高 無限的神聖 他是無限的崇高 無限的神聖 而且他充滿著愛和憐憫 而且他充滿著愛和憐憫 敬畏神是一個邀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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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想要幫助我們跟隨他的腳步 是他要想我們跟隨他 幫助我們跟隨他的腳步 背起我們的十字架 背起我們的十字架 他想要幫助我們成長 活出生命 他想要幫助我們成長活出生命 得到真正的自由 得到真正的自由 好今天的分享 就分享到這個地方